7月27日星期四 美国将会发布最新耐用品订单数据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吧 首先在早晨6点钟将要发布的是7月 德国GFK消费者信心指数 6月份该指数继续上升 由于经济和收入预期均出现上涨 接下来在中午12点30分 将要发布的是备受关注的6月 美国耐用品订单出值 由于商业投资的走弱 5月份订单量继续下跌 美国每周申请事业救济人数更新 将会在同一时间发布 截止到7月15号的一周里 首次申请救济人数减少了15000人次 截止到7月8号的一周里 持续申请人数增加了28000人次 而在晚间11点01分 英国将会公布其7月 GFK消费者信心指数 6月份的数据 在英国大选后不久发布 显示下滑5个点 该指数下跌至11个月低点 被受关注的6月 日本CPI将会在晚间11点30分发布 年核心通胀率在过去5个月里 缓慢而稳步的增长 6月日本失业率将会在同一时间发布 5月份失业率意外上涨0.3个百分点 但仍然处于低位 6月日本零售销售将会在晚间11点50分发布 虽然5月份的涨幅不及预期 但过去7个月销售额持续增长 澳大利亚第二季度生产者价格指数 将会在凌晨1点30分发布 第一季度生产者价格增长超过预期 主要是由于能源价格的上涨 以上就是星期四的经济日历 我是杰西卡沃克 在下期节目中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星期五的相关概述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